位於陽明仙區的花肥實驗中心 擁有60年的茶花園歷史 而園區內最熱門的景點就是茶花隧道 12位小小花仙子引領民眾由台北花季 明年1月開始到12月 共有12檔花季活動 邀請民眾體驗豐富又多樣的花海叢林 主題結合設計大師肖清陽 與時尚大師黃秀錦 一起為花卉增添藝文時尚風采 很開心就是受到這樣邀請 擔任這樣的工作 在這一兩年當中 我也在不同花季裡面 我也重新去看茶葉能夠的發展 那最讓我當中 會得到這樣的創意的概念是 讓我感動的是所有賞花的人 那我要跟大家說 你怎麼賞花呢 我在當中得到一個小黑幅 就是其實花的多美麗 從旁邊拍攝的人 從旁邊看到花的臉上露出 愉悅笑容的人 那就是花的美麗 所以我太喜歡在賞花的時候看到旁邊這些大姐啊 前輩啊或是年輕人 看到花的時候展露出他開心的笑容 那這些漁業的表情對我來講就是花的美 花的姿態 那這是所有的表現 影片裡面的內容 就是從觀賞者的角度去取得 台北市民在賞花當中得到愉快的氣氛 那特別一提示今天有點興奮是 我們的兩面牆已經穩固了今年的花季的時間點 讓我不無幾代覺得說我要帶著我的團隊 而開始進入這些花展的內容 因為唯一有到的這些花展的內容 你才能感受到什麼樣的花 它帶有什麼樣的香味 然後看有什麼樣的花語 那這樣的功課 對我們這樣一個大男生來講 都是生活當中的一個很愉快的品味 特色就是一年到頭通通都有花可以賞 是 然後這個 這個從一月的台北花展 或是三層極花展 這是春節可以去的 那再來二月有燈光搭配的夜鷹 甚至於這個後面的這個 杜鵑花季 玉京香 然後陽明山花季 那這個暑假的中間其實在 河濱公園也有上日葵 那到了秋天了以後 還有這個 這個 我們最後的這個菊花展 那因為同仁其實都是喜歡臉花樂草 那這樣一整套系列的這個行銷下來 其實大家就知道 每一年 這一年裡面的每個月我都有花可以賞 那像各位今天看到我今天一上台 整個心情就變好了 我覺得市民朋友應該多多的去花展看看花 放鬆一下心情 除了賞花 民眾還可以參加網路活動 有機會抽中美食住宿券 還有線上長輩圖產生器 服務愛花的銀髮族 製作美美的賞花圖片 在官網上面有相關的資訊 那長輩圖其實還不錯 我其實每天 這個我當然還不是長輩 所以我現在沒有發長輩 但是有很多的長輩會關心我們 小朋友不管是天氣冷 或者是什麼 那有相關的資訊讓我們 我覺得一整年的心情好 這個比什麼都重要了 花會的那個心理測驗 那從資料號到這個月底就會有 你上官網去做測驗 然後你在遊戲過程中 它會跑出你命定的最適合賞 的話的話可以參加抽獎 最大獎就是萬利酒店的 那個一簿 一束二簿的這樣子的一個抽獎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個 我們今年特製做的這個杯子 以及我們特製做的這個運動 那個兩桿運動的毛巾 我們的主題是會愛幸福跟浪漫 所以從一月到十二月 所有的十二個發展的主題 都會在這個像這樣子的一個 一連串的這樣的主題串連下去 事實上我們每個展啊 都有跟周邊的商圈合作 比如士林館體就會跟士林商圈合作 那陽明山花地也會跟北投商圈 三三七花海也會跟北投商圈 相關的商圈 周邊的商圈來進行相關的合作 就會陸續在我們各自的官網上產生 那大家可以進去我們這個花印 台北的官網 它是一個入口網 那入口網進去之後 就會到達各個的花展的相關的官網 去查詢到最新的資訊 除了各地花季 台北河濱花海則是一年四季 從古亭河霜二一 大家到鹽坪河濱公園 都可以沿著河畔漫步 欣賞美麗的台北城市美景 感受浪漫氣息 記者文君 台北報導